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YouTube 朋友大家好 我是Danny 欢迎收看Danman826频道今集的Let's go 曼谷 第一站会和大家去坐个巴士旅游团 除了坐巴士之外还会在上面吃午餐 现在一起去看看Let's go 这个巴士午餐团的集合地点 就在River City Square商场旁边 他们现在是巴士公司的门口集合 除了有午餐团 还有下午茶 也有晚餐 各式其式 我们刚才在CM站乘的士 只是67匹 就来到门口了 如果观众朋友都喜欢收看 旅游饮食生活资讯片 就快点点点我Danman826频道的订阅和小铃 全部都是用心制作 真人真情分享 多谢你们每一位的支持 现在进入这间巴士公司的办公室 登记后 其实有些位置 可以享用冷气 等上车 现在上巴士了 今天有两团 很多人有两架巴士 有两人桌 也有四人桌 现在有一个欢迎喝 先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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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有些泰式的 头盘小食 这个很特别 它用两个楼 这样装住 里面有一个 好像是 丝烤烤 另外 有这个 好像是 有块花瓣 里面包住 有些虾米 整个Buzz Tour 就是一个半钟头的 午餐是11点半 开始到1点 一边吃东西 一边看风景 现在就先吃这个 头盘 这个可以拿着来吃 哇 刚刚试了这个 餐厅 就好像米饼 那样 上面的花生酱 辣辣的 这个挺好吃 原来 这块叶 不是叶 这块花瓣 它说可以吃完 我最初都大香 你不知道吃得 嗯 刚才就有一个 welcome drink 而且也有一杯水 另外如果你想 order啤酒 汽水 就是额外收费 一罐可乐 就是50匹 那我当然要用一罐可乐 因为吃泰国东西 辣东西 他也有导游讲解的 用英文 而且也懂些国语 他也说几句国语 吃完头盘 就会有三个不同的米芝莲推介主菜 这碗是曼谷唐人街 很有名的 Na Kwan的粉红面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配料 不过 那个粉红色的汤底 真的挺辣的 里面有些鱼蛋 猪虹 有炸鸿 有些豆泡 那个汤底 都是红色的 我们现在经过唐人街 曼谷的唐人街 然后另一个主菜就是 马沙拉的咖喱鸡 它的饭做到心形 很有心思 还有咖喱鸡也很大碗 我想吃完三个主菜都一定够饱了 还有芒果浪米饭做甜品 它这个马沙拉咖喱不算很辣 都是辣的 但是酸酸辣辣 反而第一个汤底河粉就很辣了 如果吃完那个这个都可以的 我们开始从那里 在这里 你会看到75% 刚刚巴士停在一间餐厅 原来是给米芝莲必比登推介的 叫做法达鹿 是专食这个 派对的 太食茶可 让他们立刻拿上来 现在应该热热的 你看我吃这个滋味 就知道这些葡萄有多好吃 这个午餐巴士旅行团的收费是1890泰铸 大家可以用港币的优惠价钱 在KKD或KLOOK的网站预购 我将预购的连结放在影片的资讯栏 大家可以去参考 好 接着就是甜品 甜品就是吃这个 芒果和米饭 他说都是在米芝莲推教餐厅 帮他们做的 那就分开上这个椰汁 最后还可以有 一杯烏龙茶或者咖啡 刚刚坐完这个曼谷的巴士旅游团 吃了这个午餐了 因为现在来到这个 巴士下车的地方 对面河就是Icon CM 大马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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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就是另一个湾囡市 我们现在去搭船 去到Icon CM 走走 这里就是码头 叫Sepiah Pier 坐船过去对面 其实已经看到 Icon CM在对面 在文化东方酒店旁边 过来这边有个指示牌 说走五分钟就到Icon CM的商场 沿途经过也有几家高级酒店 Hilton 文化东方 这些酒店其实也有自己的码头和船 载客人过对岸 当然这些酒店当然贵很多 走了 走了五分钟就过来Icon CM 其实天气都挺热的 现在大概38度 所以都是适合找些有冷气的地方或者活动 其实来Icon CM 如果你是在市区其他地方来 有另外一个方法 等一会再和大家说 还有一间日本的百货公司高度屋 好凉的冷气 现在享受一下冷气 Icon CM这个商场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是它一进来的地下这一层 有一个室内的 扮水上市场的市场 有很多摊摊 卖一些食物 买一些小食 饮品 和大家一起去看看 很热闹 很多东西吃很多东西看 最棒就是有烂气 那是为什么这么多人 因为如果你现在 这么热出去室外的市场 肯定全身都濕透了 除了有东西吃 还有很多卖东西的摊摊 好像市集 有些纪念品 装饮品 衣服 买回家的零食也有 这边也当是饮品 有椰青的性 正当我们在考虑喝什么 有几位香港来的游客 介绍我们喝 Coconut Smoothie 或者Mango Smoothie 他们说昨晚已经喝过 今天再来回尋备了 所以先试试 先试试 买了 还有一个 粥 给你拿着 75匹一杯 真的好喝 是用椰青肉 喝到它的味道就是椰青 但全是冰沙 透心凉 刚刚晒现在的天气 而且这里的好处 挺干净的 如果你怕去一些 室外的市场 怕骚髒 其实这里的室内 除了有冷气 我觉得是比较干净的 就像当口 吃东西 难怪这么多人 今天星期五都 好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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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有烧猪 160匹一盒 还有旁边有烧鱼肉 好夸张 整条鱼肉在这里 有点害怕 有点害怕 不敢吃 海鲜也有 海鲜蝦 蝦也不贵 有龙蝦 真的什么都可以吃 好夸张 买了这串 是叫做炸蟹组 100匹有6粒 芋头蓉 混合蟹肉 挺好吃的 挺饱肚 如果吃了6粒 多人分享就好些了 吃了一些咸的小食 然后吃甜品 买了斑拿蛋糕 60匹有一盒 因为我经过很香 所以就想吃甜品 斑拿蛋糕 冷了 所以有点烟鸩 可能放入微波炉 叮叮十多秒 热一点 质感会好吃很多 味道不错 有点轻轻淡淡的斑拿味 又不是太甜 蛋糕有八件 除非 魔礙 刚才地下楼层就是室内水上市场 有食物 摊摊 另外七层都是一个商场 有名店,有本地品牌的店铺 现在走走 这个商场也很大 说得出的商店都应该可以找到 就算你想买的,车也有 连波子也有的 我现在去一个叫做 Tourist Lounge 旅客服务中心 拿一张优惠卡 因为我在KK Day 下载了一个QR Code 可以在这里拿一个 游客优惠卡 我把连结都放在资讯栏 是免费的 来到之后就有商店折扣 那我现在就进去拿 拿的时候一定要带上折扣 刚刚拿了这张商场优惠卡 很多商店可以搜索 QR Code 看到哪间有优惠 这张商店不适合 也有带物 这张商店是一个环保袋 环保袋可以塞进去 可以挂在你的手袋里 要用环保袋的时候 它是690匹 我都买了一个 不过是送给人的 我都喜欢逛逛商场 看看东西 不是买的 有时候Window Shopping 我都喜欢 想不到在曼谷的商场 我觉得挺好逛 以前来的时候 我都不记得 以前好像没有这么大的商场 这个Icon Cm 都可以逛了很久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应该读Cm 因为是Siam Anyway 大家知道我在说哪里 就行了 以前来Icon Cm 这个商场 都是搭船过来的 很多在河里面 最近开了一个新的BTS站 一条新线 是叫金色线 Gold Line 可以乘搭BTS 直接来到商场 一过来就是BTS站 这个BTS站 是G2的 叫Charonacoon 就是金色线的2号站 刚刚回来酒店 换了衣服 换了一件很有泰国feel的衣服 去吃晚餐 这件衣服 昨天新买的 我现在都是搭BTS 去这间餐厅 一起跟我来 哇 那么快就来到 我们今晚去吃饭的 这间Blue Elephant餐厅 哇 外面也挺漂亮的 自己一层的建筑 古色古香 其实很近BTS站 在S5这个站 叫Sewar Chak 走到楼梯 就看到这间餐厅 大家要留意 餐厅是有Dress Code 是不可以穿短褲 背心和凉鞋 进来这间餐厅 我们就在网上已经订定位 因为他也是要订定位 来到walk-in 都应该没有位 而且我看到有些人没有穿长裤 来 他会借一条裤子 给你套住 他借一条工人裤 是长裤的 泰式工人裤 挺特别的 不过你先回去换衣服 才来的 其实这间的泰国餐厅 在泰国也很有名 很有历史 还有自己是一间的Cooking School 是一条工人裤 今天我们选了一个Tinus 每一位是1680泰珠 再加1和7%的税项 他都很贴心 一看到我好像不太熟悉 它這個兩個頭盤 一個就是裡面有些蝦米 總之很野味的乾蔥碎 包括香葉包著的 辣辣的 另外一個好像Dumbrings 好像雲吞一樣 帶點蟹肉在裡面 還有一些辣椒 它說包著這些 像一些蝦米 碎碎的食物 那塊叫Bitter Leaf 有一點苦味 看看吃下去如何 剛才包著來吃的 還有一些肉碎的 有些青檸汁的味道 又不是太辣 很特別 因為我也想來到泰國 都吃一晚比較 就是fine dining 少少的泰菜 我們剛才吃的兩樣東西 都不算是一個starter 算是法式那些amuse bush 少少的小吃 開胃小吃 接著來的才是頭盤 擺盤很吸引 很漂亮 它有一個蝦餅 配柚子沙律 柚子沙律有頂帽 用了些花椒葉 加了些花 砌了整個塔形 有一個醬汁 另外一碟就是帶子 加茄子加蝦肉 還有一些雞肉碎 幾樣東西合在一起 兩款頭盤很好吃 蝦餅不是我們平常吃 開在泰國出的一隻 不是蝦膠 它吃下去好像有些 蝦的質感 果然是一間出名的餐廳 另外一間好像一個沙律 裡面有幾款東西 有帶子、蝦、茄子 還有雞肉碎 加上泰式醬汁 好像沙律一樣 也是很開胃的 吃完了 現在就喝湯了 應該都是一個泰國的特色湯 是Tonsum SOM 湯就是非一般 我們經常喝的冬蔭公湯 這個湯是一個魚湯 它有這個叫做 Mackerel 那隻魚 有些Lemonglass 即是香茅 那些香料 聞下去 是清湯的味道 但是應該拌入幾濃郁的 泰式的香 香葉、香草的味道 嘩好喝 好聰明 我其實很喜歡吃泰國菜 因為酸酸辣辣的 也挺開胃的 今晚又來這間叫做 Blue Elephant 所以現在特別 穿上這件衣服 是有醬的 昨天新買的 有很多醬 不過這件衣服是紅色 你知道 Dan Man都喜歡穿一些鮮艷的衣服 應該這件都夠花了 很有泰國的感覺 來吃泰國菜 主菜來了 還有三款主菜 加一個拌菜 有六咖哩雞 有炸的大蝦 牛麵肉 是用香葉炒的牛麵肉 還有一個泰式炒椰菜 你可以選擇白飯和紅米 我選擇了一半一半 它的擺盤也挺特別的 有點像我們港式的兩菜三菜 但當然這個是泰式的菜式 而且這碗是漂亮的 挺特別的 其實它的價錢都不是貴 這麼多的價錢 還有甜品 都是一六八零泰鮮 代表你來到叫兩三碟菜 又可能太飽 兩個人 這個可以試多些不同的菜式 如果再想吃精緻一點 再高級一點 有個二千八百匹 那還好像多些東西吃 不過我們這個也覺得OK夠 感受一下氣氛 真的不錯的 環境 招呼 幾個主菜的味道都很好吃 它有不同的味道 不只是一種辣子 泰式咖哩雞是少少辣的 青咖哩味 炸蝦用了酸酸的醬汁 挺開胃的 還有蝦炸得挺好的 夠大隻又 它有些好像橙皮絲的味道 另外那個牛麵肉香葉 醬汁也是不同的 但我說不出它 有少少辣 又帶點醬汁的味道 好像醬汁的味道 加上香葉味 牛麵肉也很軟 嘗到幾樣 應該都是那些特色的菜式 甜品呢 它一碟有三款 首先有半個椰殼 就放了一個是椰子的西米布甸 有些椰肉 芒果糯米飯 原來是小小的 很精緻的 一口吃完 可以 另外有一頭是椰子的雪糕 有些花生碎 又是擺盤 擺得很漂亮 很吸引 它還有芋頭粒 裡面 椰子加芋頭 對呀 有些西米椰子和芋頭 不是的 雪糕不是椰子的雪糕 吃起來有些花香 看菜單 原來是Jasmine 即是茉莉花的香味 雪糕 很清新 很特別 很高貴的味道 齒甲流香 很特別 這個真的沒吃過 剛才那個一口的芒果糯米飯 很好吃 我真的很喜歡吃芒果糯米飯 鹹鹹的糯米飯 加上椰漿 芒果的甜味 配合得非常好 我覺得這餐也是非常大滿足的一餐 這間我覺得是OK的 可以一試的 你可以試Tasting menu也可以 你可以散點也可以 視乎你喜歡的 不過也是要定位 我現在看到你也是 都是滿座的 我早就在網上定位 我會把這些資訊放在影片資訊欄 大家可以參考 還有定位之後 你放了香港電話號碼 其實我昨天收到她的WhatsApp短訊 reconfirm booking 以及提醒我男士也要穿短 不是 男士是不可以穿短褲 要穿長褲 不可以穿涼鞋 背心那些 大家要留意 它都有一個Dress Code 吃完飯 還可以在餐廳的紀念品店 買一些和大笨象有關的紀念品 下集的Let's Go 曼谷 會和大家去窄渡渡市場 為大家分享介紹一個 去窄渡渡市場都可以探冷氣的地方 如果你喜歡收藏一些古董玩具的話 這裡可能尋不到寶 我和攝影師小幫手都買到心頭號 還會和大家去吃泰國曼谷超人氣的自助餐 Coupa Buffet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下一集的Let's Go 曼谷 觀眾朋友都喜歡我今天和大家的分享 記得給個Like和Share這影片給朋友 還未訂閱我Denman826頻道的話 記得按訂閱和小鈴鐺 當我新片出的時候你就不會錯過 還可以Follow我Facebook和IG 見到特別優惠資訊 看看生活點滴 即時和大家分享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